像这么大的古包 冒眼罗就不小 看 露眼睛了 在这里 出来吗 关键是 你们俩干嘛呢 走吧 那个太小了就不要了 这个肉怎么这么大呀 我的天呐 看 像这样的冒眼罗 每个三五年是长不了这么大的 这个小肉柱 回家之后炒清辣椒 那还不盖写帽了 他这里边这个沙也特别多 所以说 露眼罗清理这一关是至关重要 这个带着了 这是一个海盔 看 到天挖了好几个了 今天来这边又见到他了 这种海徽你得转圈吧 要不然他会断掉 哎吧 先给他挖深一点 挖的越深他那个逃跑机率就越小 差不多了 哇塞 看 我天呐 这个可以啊 特别完整 也没有断 这种回家吃起来特别补 特别是冬天 像这样的带走了 来了 哦哦哦 来了 哇塞这个真大哦 我没反应了 啊 哎出来了 我看 看一下 我的妈呀 这个真是太大了 看 哇 这个过瘾了 跟我个手差不多了吧 这个鼻子也长 行 带着了 这个海星正在握上 给你们看一下 整整整了一个五角星出来 它太牛了 像这样的海星也得一年多了 才能长这么大个 看 这是它的处须 一碰 都开始爬了 像这么大的 我先带着吧 挺漂亮啊 关键它这个印记也特别好看 嘿 比人画的那完美多了 行 带走了 这是我捡到第二十个躲在海螺里面的包扰鱼了 出来吧 哎呀 还不舍得 还不舍得 还不舍得出来这个 天呐 哎呦 哈哈 我天呐 他碰这个墨汁怎么这么长 看 都拉丝了都 来吧 别跑了 像这样的迷你八爪鱼回家做个蛋炒饭特别好吃 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牙齿拿出来 这个黑黑的就是它的牙齿了 用手一扣就下来了 行 这就不表演了 回家起锅烧油 来把你的窝也带上 走了 像这样的就是猫狗 出来吧 如果说挖块的话 他直接把舌头都咬住了 这种属于小的了 今年当年的猫狗了 这个海龟刚刚被浪给打出来 看一下个头大小 就这么点吗 我还以为特别大呢 光露了一点头发 剩下的肉都在里面 来 出来吧 像这么点的海龟 它那个肉也特别长 看 也得二十多公分 行吧 大小也是块肉 回家也可以做个汤啥的 漂不漂亮 这地方就是它沃沙的地方 把头露出来 抓那些小鱼小蟹 行 带着了 好了 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阿强 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